朱镇国的索尝诉讼 在高等法院进行非公开的内庭聆讯 大约1小时结束 朱镇国一方在庭外透露 已经与警务署达成和解 由法官订出赔偿 但却没有透露金额 代表丈夫入品的蔡燕萍 就说聆讯结果将事件的责任来清 已经结束了 这件案件已经结束了 拖了这么久是辛苦的 但结束了起码不用太贫泊 因为法律上的事情我们不太懂 结束了就是普通的正常生活 由于刺伤朱镇国的廖志勇已经破产 朱镇国一方对他已经停止诉讼 无需共同支付赔偿 而廖志勇在案发之后被判监10年 在监禁5年多之后获假释 另外朱镇国的太太透露 丈夫现在仍然在黄大仙医院那里疗养 不适合回家 而他每天就会去到医院探望 至于医疗费方面仍然是由警方承担 事发在2005年 朱镇国在长沙办保安道街市外面 折查廖志勇身份证的时候预袭 颈部被刀割伤 失血过多以致全身贪叛 蔡燕萍在2008年日品法院 说警务署署长疏忽 分派朱镇国去到危险的崗位 导致他重伤 向警务署署长和尿治勇追土培伤 无线电视机载宋志浩